大家好,我是湖边胖子 这个是从北京寄过来的 不知道这是啥 嗯,这是什么呢 打开来看看吧 已经不知道要给我寄墙了 就一个东西在里面 它怎么可以做一个就给我寄一个 我觉得应该有好多的嘛 嗯,只有一个地吗 这个还是从华夏寄出来的 哦,这个确实是我买的 买了一个80分的盒子币 状态很不错的 这么一大样状态是很不错的 果然和我预想一样啊,状态很不错 嗯,这个发给南通的哥们看一下 这1000多拿了,1100多 那个哥们让我帮他找一个 啊,2000以内的 嗯,我感觉这边还行 我到时候给他发个图 看他能不能接受 那要个1600吧 他要的话我就给他发过去 嗯,这一枚我来价是1130块啊 正好那个哥们帮我帮他找的 嗯,我可以问他一下 看他没有兴趣啊,兴趣的话就发给他 照那还不错,个人送屏呢,估计是 背面稍微露了一点啊 但是这个钱币的尺寸和刻重都非常到位 啊,尺寸和刻重都非常到位 嗯,行 嗯,这个视频就有点短啊 有点水一点 嗯,大家讲讲这枚钱吧 这枚钱是我在华夏拍卖买的啊 三阳开泰 啊,这边是那个一品当朝 一品当朝,三阳开泰 花钱啊,清代的 其实现在我挺喜欢这种小花钱的啊 但是也比较难买,这种小花钱 就是量比较小 这个钱币的这个底章的光解度啊 我就觉得都非常漂亮 就可惜呢,就是两个字有点糊了啊 一个是开字,一个是槽字啊 开字呢,有点两边都碰了 槽字也有一点,这个这边糊了 啊,这个钱曾经是做过红钱的啊 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残留的一些珠砂啊 所以当年古代这个钱可能是男子啊 配戴在这个腰间的就是相当腰椎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个窗口这个磨的啊 非常的光滑,平均啊 都非常的光滑 然后这个钱为什么会这么光滑 就是这个钱可能就是他们长期被佩戴造成的啊 就是我配戴这个腰间啊,或者什么时候啊 长期的佩戴造成的这个钱的一些状态 这个窗口都像精修过的一样啊 其实都是麻省磨的啊 经常的动磨的,导致的 嗯,所以这个钱还是很有意思 啊,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啊,就是收获了这一枚小当时 嗯,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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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